哈喽小伙伴们,欢迎来到会解说电影,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部越南电影《娟》,讲述的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爱恨情仇,时隔柏林墙倒塌,东欧巨变,刚结婚两个多月的小娟和丈夫钟教授被俄罗斯驱赶出境,他们翻过雪山前往西德,但小娟的美貌却被偷渡组织者阿红看上了,他们先把小娟老公送走,然后借口坐下一艘船把小娟留了下来,等小娟醒来的时候,已经身在某个小木屋。 阿红玷污了她,小娟想杀死对方,却害怕在雪山中独自生活而放弃,走投无路的她试图逃走,却昏迷在雪地里,最终又被拖回了小木屋。 两个月后,钟教授到了西德,在餐厅里做洗碗工,小娟依然被求见在雪山,阿红每天做着让她麻木的事情,一日阿红外出,遭到黑帮追杀,满身鲜血回来,小娟不得已照顾她到康复,没过多久小娟怀孕了,为了自己的孩子着想,阿红顺利地把小娟送到了德国。 自己却被警车紧追不舍,最终被逮捕了,而回到丈夫身边的小娟却被嫌弃了,周围人都骂大着肚子的她是荡妇。 这种风言风语让小娟的丈夫无法忍受,毕竟老婆失踪几个月后,大着肚子回来,谁能受得了。 最终钟教授骂着荡妇把她赶出了家门,走投无路的小娟想割网自杀,幸好被德国人汉斯送到了医院,汉斯帮她安排了居所和工作。 大着肚子的小娟就这样做起了园厅的工作,没过多久小娟就剩下了一个女儿。 她对汉斯表示了感激之情,也拒绝了汉斯去她家住宿的邀请,但第二天移民局选通知她搬走,离开那民营。 出狱后的阿红看着抱着孩子的小娟心生爱意,却不愿意上前告诉她。 一晃几年时间孩子渐渐长大,阿红也重新混成了黑帮的小头目,她和早前的黑帮在那民营火拼,却差点让小娟葬身在打斗中。 最终逼着小娟离开了那民营,汉斯再次收留了她在家中,没过多久移民局找上来,要求小娟离开。 除非他们两个都找到稳定的全职工作,或者是成为汉斯德国人的妻子, 小娟仍然对丈夫忠教授心怀期望,拒绝了汉斯的建议。 心生善念的阿红厌倦了黑帮的日子,她减少了保护费,让卡车自由出入难民区,却引来了对手放火。 一番枪战后,阿红被对手陷害,卡断了手。 阿红手下小飞哥找到了小娟求情。 小娟去探望这个曾经改变自己命运的人,病床前,小娟抱着孩子依然不肯原谅她。 阿红去世,小娟参加了她的告别会。 阿红的手下告诉她随时可以接收遗产。 小娟说自己没资格,于是拒绝了。 回到汉斯家,小娟的女儿被人绑架。 她在人指引下找到了钟教授的家,原来这一切都是钟教授操纵的。 为了尊严,她指使黑帮杀害了阿红和阿飞。 她要回了自己的女儿,然后带着阿红的骨灰回到了越南。 整部影片逃不出类似越战题材的套路。 凌辱者的救赎,受辱者的凄凉,为父者的尊严。 剧情虽然老套,但是被越南女人演绎出来还是别有一番感受。 喜欢的不妨找来看看,本期的影片分享就在这里。 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关注我们哦,拜。